我们加入SDR以后 我们金融的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放慢 在基本汇率制度不变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市场化的改革和机制的完善的过程 要不断地向前推进 我们完全有能力来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 是不是人民币的汇率会贬值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把这种加速度里运达了 然后拿着点特别和生活风险 这么早就一定要做出来的 外套这种比较可以贬值 但是我们要400点以上是有一终一个 所以我们正在偶像这样的 我能做出一个恐懒的 你的育 LinkedIn 然后你打算一下 你这个育目吗 我觉得这道理 你最后人的育目 是非常不三 我能做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